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去付款支付 之后弹出的界面就是一个详细的转账信息 这个时候您就登录到您的网名 或者是打开您手机银行的APP 进行一个转账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汇款的金额 还有收款人姓名卡号和银行信息 这些的精准的填写 这三项是可以复制粘贴过去的 然后金额这个要注意小数点后面的 这个金额不要以为是零头 就不需要填写吧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入金的一个基本操作